一号创意人胡建达来自上海 创意作品《水葫芦家居》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以乐乐的掌声呢 欢迎小明对他进行单独采访 然后呢这几位嘉宾呢 我们在底下呢还要沟通一下 这个椅子坐完以后 它的舒适感和我们家的沙发有什么不同 这套家具跟一般的 我们在家具店看到的家具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这个家具呢是拿水葫芦的茎 用它水葫芦的茎来编织成辫子 完蛋了用辫子和藤条之间 精美编法编成的家具 用水葫芦来编织 那我觉得可能观众会对水葫芦这种植物比较陌生啊 而且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材质来制作家具呢 这种材质呢就是说呢 是中国南方的河道上面呢 水葫芦都很泛滥 而且这个水葫芦是一个世界泛滥的一种开草 水葫芦 学名凤眼兰 又称水荷花 水生漂浮植物 祖籍南美洲 外号独草 这一捆捆的就是风干后的水葫芦了 模样上是不是显得老实多了呢 一根一根的 俨然成了个光杆司令 这劳动改造后的水葫芦 成就也是不凡 在工作人员灵活的手中 这边一边戳一戳 在敲敲打打中 一件艺术品就新鲜出炉了 那像比方说编这样的一个吊着的藤椅 需要多少水葫芦的精 一公斤能编30米的辫子 按这个算的话 这里面将近有10公斤的水葫芦的劲 那你有没有计算过 这10公斤水葫芦可以拯救多长距离的河道 水葫芦呢 含水率是95% 那么呢就是只有5%是这个水葫芦的劲 10公斤 数于5%算出来是它水葫芦的那个量 那就相当于是至少10公斤要950公斤 也就是950公升左右的水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可以说还是为环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像这一套家具的话 可以清理河道的很长一段应该是 至少能清理到20米左右的长度 就是一般的小河道的话 20米长度 所以我觉得你不单算一个家具的制造者 也算一个环保卫士了 对我目前在那个环保的那个一些产业协会里呢 一般都是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成为他们的会员 我都是积极地应对 来我们观众朋友 把最热的一个掌声送给我们的环保卫士 谢谢各位 这个时候听过了这个家具的由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跟尊国性大哥一块来分享一下 包括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 做这种水葫芦家具 做在这上面的感觉 跟做在其他的家具上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 反正我现在做着有点硌的 那是不是因为自己太瘦了呢 你说对了 但是这个东西夏天要做那就舒服 夏天要做 后气 看着也舒服很精美 好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和意见呢 给我们提一下 以便我们的产品呢 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个东西只能这些做的东西 那我再介绍一下我的产品 我再介绍一下 那除了这个家具以外呢 这边还有一个篮子 这个篮子是放水果的 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已经非常的产业化了 我是2003年开始做的 它产业化以后 我们现在这个家具呢 出口到德国西班牙 这个篮子我们出口到加拿大的 这些样品全都是出口的多多来的样品 怎么样 赵老师 你也是一个游历过西欧啊 美洲啊 怎么样 感觉到这样的家具 它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 又有什么样结合现代生活的感觉 刚才我一直在那个 研究它的结构 它的结构 包括你说它非常小 它是用了很大的 下了很大的功夫 它是把那个 这个里边的这个 就是 很 很 弦微很短的 然后把它编成一个辫子 然后用辫子这个拉力呢 然后把它做出来的 这还有什么 它的原材料 另外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编织的 为什么喜欢编织的 因为 因为编织的这个里边 它有一个 编织者本身 它有自己的心在里面 尤其有这么多的 这样的这个非常复杂的工艺 所以它有一种爱在里面 所以你坐在这上面 虽然觉得个得慌 但是你并不讨厌它 虽然有点喜欢它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编织的东西 我天生那么有种喜欢 因为它是和人是一种交流的 它不可以说用那个 那个摩世音机器 就刷 就可以把它 胡先生 那这个太飞翼要花多长时间能编织 这个太飞翼 一个熟练的工人 要花一天半的时间 这编了 编好了以后 编那个藤 就这么编才一天半 一天半 对 所以我当时得到上海市政府 和那个昆明市 还有那个湛江市 他们几个市政府 还有他们那个劳动局 都跟我主动联系过 就说呢 这个产品呢 因为比较容易解决 下场就业的迷工 我听了以后呢 我非常感动啊 于公于私 于环保于人情 这个东西都做到了 而且呢 它是一种再生的 这样一个环保产品的话 而且在自己运用的过程中呢 又不会起什么副作用 对 是不是啊 就像我们澳大利亚的 这个草原上一样 嗯 是不是啊 狼多了兔子就少 兔子多了呢 狼就是给人杀的太多了 所以生态的平衡呢 又掌握得特别好 而且就像我们赵老师说的一样 因为它是有人的心血 人的劳力在那里 所以呢 你坐在上面 虽然有点个 但是心里边呢 还是暖的一样的 好了 我们来听听呢 来自这个内蒙大草原的 这样一位歌手 对这样一个家居产品呢 做完以后 什么样的体会 反正我觉得我以后走的时候 我想带一个回去 带一个回去 对 因为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它有那种自然的香味 就是 就是感觉像回归自然的感觉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 你以后放木的话呢 就可以 大家回去放木 但这样就是在这里 有种森林的感觉 对对对 对 我特别喜欢 尤其是这个空间 而且就注意到 有那个放书的一个 放报纸啊 对 放书 放报纸的一个小包 然后看报纸会很舒服 我特别喜欢 好 来 这个评价如此之高啊 一方面呢 有艺术的想象 同时呢 做完了以后呢 又有一个实践者的一种证明 我们来听听专家 刚才那个胡先生介绍 它是污染水源 实际上它是净化水源的 它的功能啊 是净化水源的 因为它可以吸收水里面的 很多的这种金属啊 这个钙美离子啊 但是因为它的繁殖速度太快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 盒面就给满了 这样的话阳光照不进去 影响这个水里面的生物的生长 同时呢 我们想想它把它变成这样的东西的话呢 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呢 是非常的有社会意义的 刚才大家说了 环保啊 这个 还有比如刚才他还介绍了 可以解决很多人 就业 对吧 另外还是绿色家具 但是呢 我就想提一个问题给胡先生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有很多的这劣质家具啊 比如说甲醛含量很高啊 等等等等 油漆啊 本超标啊 我就不知道你这个 有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老师还是要 还是在担心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对人的健康 因为我们打捞的地点呢 是打捞的那个 没有污染的水源的地方 我们不在那个化工河道旁边 就是比如地毯厂 或者化工厂旁边 它排水的那个地方 去取这个物质 我们是在非常清净的水库里面 打捞上来的 所以它这里头 没有过滤那个金属的 重金属离子的 比如说蛤离子 或者拱离子了 没有的 这一点我们是 从这个方面来避开 这个就是说对人体的危害 好了 专家呢 跟我们现场的这个嘉宾呢 都给予了这样的一个家具呢 一定的评价 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 手里的牌牌 到底它的比例是怎样 好的 恭喜胡先生 你的水葫芦家具 获得了72票 恭喜你很高的票数 厉害 其实从胡先生 他所有的产品当中 我们发现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两面的 都是可以变废为宝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只要 多用一点心 多动一点脑筋 多发掘一点创意在里面 我们的生活 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